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4月27号星期二的《火力教战》 大家好 我是战勤文斌 那今天的课题要和大家分享的据说 这个泡菜可以帮助减缓这个冠病的症状 是 最近很多朋友在这个网上 还有看到这些消息 还有报章等等都有报道 那到底这个泡菜可以缓解 或者是甚至可以预防冠病的这个 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我自己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一方面我还是非常有保留的 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两回事 可是说会不会可能在免疫系统上 可能会帮助我们提升还是怎么样的 或多或少这样子 对 那可能就有一点点根据 不过没关系 我们今天先进进主题 待会我们请专业地来跟我们讲解 泡菜是一种风味独特的乳酸发酵蔬菜制品 原料多样 制作简便 成本低廉 食用方便 具有良好的健康食用效果 近日 世界泡菜研究所与法国哮喘病专家 布斯盖带领的团队更针对泡菜进行了研究 发现泡菜的原料 白菜 辣椒以及大蒜 所含的营养成分能够调节人体的抗氧化系统 对减轻冠病症状有一定的作用 究竟这项研究结果是否有根据 那除了泡菜以外的腌制食材 是否也有相同的功效呢 今天就一起来了解泡菜的营养价值和对人体的功效 并且一一破解泡菜的迷思吧 是的 就从这个大主题我们看到 这个白菜 大蒜还有辣椒 可以据说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增加 那对于这个减缓冠病的这个症状 真的是有效吗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专家出场 那就是营养师钱佳琪 佳琪 你好 佳琪 你好 Jane 韦彬 你好 那先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了 其实这个泡菜整个事件 它一开始是因为听说是法国 那边也有涉及这个研究 对 最近就是我看到一篇研究 它这篇研究它就是法国还有韩国那里 他们合作一个研究 他们就比较各国的冠病的死亡率 然后他们从中再去看他们的饮食习惯 就发觉到他们有吃就是发酵过的食物 可是他们到这个研究最后的结论 并不是说泡菜可以减缓冠病症状 但是推测这个有可能性 只是说它好像有一定的牵连性 但是不能就这样子断定说就是因为是泡菜 对 因为我建议就是我们根据官方的 会比较好就很像世界卫生组织 WHO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 它的卫生组织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 指标 对 对 所以如果是说 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有冠病临床 营养膳食指导 这个我们它的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是吃多种类的食物 达到均衡的隐私 对 对 来对抗冠病就是包括顺骨类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它这个吃泡菜 可以减缓冠病症状 这个是无证明有效的 并没有这样一个证明的 但是这边有写到 长期使用发酵食品的国家 就是有这个较低冠病的死亡率 所以这个已经是研究显示出来了一个证据 对 它是先比较死亡率 然后再看它的饮食时光 好 那发酵食品的话 那除了泡菜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发酵食品 就好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淡贝 淡贝这些 也是属于发酵食品 然后日本的纳豆 味噌 我们的华人四川菜 那个什么咸菜 那些都是发酵的吧 其实它有点不一样 先讲一下泡菜 其实泡菜的营养价值 已经泡到这样子 这个模样还有什么营养 对 其实泡菜虽然说它没有可以 减缓冠病的症状 可是它其实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好 对 因为它的制造过程 它是在长温的状态进行 室温的状态 它没经过高温 所以它的那个维生素全部都可以保留 还是保留的 就很像维生素B和C这样 好 所以泡菜是富含膳食纤维 对 因为泡菜的主要的原料就是白菜 营养价值 它本身就有很高的膳食纤维 好 然后它可以 这个膳食纤维有什么功效 对 其实膳食纤维 它不能被人体吸收 可是它在我们人体发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像我们 它是我们肠胃的清道夫 可以知道吗 它帮我们就是 也是加速肺污的排除 好的 那增强消化功能呢 就是说可能我们已经清除了 所以我们就更好地吸收 是不是这样子 对 而且泡菜它发酵过程中 它有产生乳酸 所以它的乳酸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的那一方面 好 这个乳酸是一个天然产生的东西吗 它是天然形成的 因为发酵过程之中 它是把那个 加速化合物 分解去乳酸 就是那个乳酸 所以它是天然的 那这个乳酸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可是我据说这个乳酸 如果是在我们身体里头 好像是不好的 为什么我会说不好 就是说可能它如果是我们的那个 太多是吗 脂肪还是里头会有这种乳酸的话 其实这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 那个系统的循环 对 其实那个你讲的乳酸那种 通常是激烈运动之后 产生的那个乳酸 所以那个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这边说这个乳酸 发酵过后产品当中的乳酸 可以增加免疫力 其实这个是如何达到增加免疫力的 对 其实免疫力这方面就是 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肠胃 好的消化系统的话 其实就等于保护你的免疫力了 因为我们其实有这样的说法 70%的那个免疫系统是靠我们的肠胃 好 所以是说它可以保护你肠胃的这个状态 然后保持最佳状态 那这边还有讲到就是抑制肠道中的坏菌 也就是说我们肠道有好的有坏的 那抑制坏的生长就让好的可以继续有更多的 那不是有点像乳酸吗 对 类似这样 对 其实就是像那个原理上一样 它真像乳酸 因为乳酸也是发酵过的食物 所以是同样的原理 对 就卤酸菌 卤酸菌 对 好 也可以帮助消化 这样我不吃泡菜 吃乳酸也一样 对不对 那个30千尾可能就没有乳酸那么高 好 乳酸没有这么高 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泡菜里头的成分 那主要刚才就好像在大主题里头 有提到的这个白菜 辣椒跟大蒜 那我们先说这个白菜好了 那白菜它本身的营养价值有哪一些呢 它有很高的维层素 A B C都有 然后 所以这些维层素它 最后它没有得到破坏都可以让我们吸收 再来它的那个矿物质也很丰富 那矿物质有铁 有磷 然后还有盖 可是这些维生素虽然说是在室温的情况下炮制 可是它这样子经过长期在浸泡的状态之下 它是水溶性的嘛 对 就会被溶解掉吗 所以泡菜你可以连它的那个汁一起喝 所以不要浪费它的那个汁 很多营养都会在它的汁里连 都会在那边 所以我们平时只是吃菜 我是吃菜罢了 是的 我也是 我从来不喝它那个汁的 可是感觉那个汁好像充满着盐分跟糖分 对 这样会不会无形中也摄取了很多 对 我们比较关心的东西 对 的确 泡菜中的那个盐分跟糖分会比较高 因为它也是属于就是有研制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吃泡菜就是要注意摄取盐分的那方面 如果你吃了泡菜 你其他的 比如说你在早餐 晚餐 午餐 你吃了泡菜的其中一餐吃了泡菜的话 盐的摄取量 盐的摄取量 你其他的餐就要减低 就要拿捏 这样子平衡了 那好比说你知道在韩国特别 他们就是很流行那种泡菜锅 或者是现在目前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有一些那种火锅 也是用泡菜的那种方式进行的 那这种的话是不是建议吗 高盐分的 对 因为这个过程我相信 肯定会摄取到很多的这种汤汁 而里头都是盐分或者是酱料这些 对 所以我觉得在外面 我们外食的话我们不能控制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自己在家里煮泡菜汤的话 你加了泡菜就建议你不要再加盐了 就让它来代替盐 好 那还有其他的这些用料 比如还有其他说里面放什么 辣椒 大蒜 对 辣椒 大蒜 然后我们先来说这个红红的 就是辣椒跟胡萝卜 那他们这个又当着是什么样的 一个扮演什么角色 它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 其实因为通常泡菜 它的那个辅料很多元化 就最普通的是辣椒 还有这个大蒜 大葱 这些都有杀菌的功效 还有出镜消化煤 杀菌 对 出镜消化煤 然后再来如果更加丰富的 还有韭菜 葱 还有其他蔬菜的配料也是有的 好 这种平时外面吃的 都是这种很平常的白菜 对不对 对 然后它一般上用的这个腌制的 除了白菜就加什么 盐 是吗 加了盐 盐 辣椒粉 辣椒 还有葱 姜 有一些有加韭菜 有一些有加芝麻 梨 这样子各式各样的 他们的配方 好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多吃泡菜的话 它可以帮助杀菌吗 杀菌这里 你指的这个杀菌是杀什么菌 对 不是说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冠病的那个菌 不是COVID-19的病毒 不能杀死病毒 大家不要被误导 对 我们不是强调说 你吃泡菜可以杀死病毒 不是 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这个是没有根据的 它只是说它可以杀一些菌 比如 比如什么 对 比如说肠道的菌 肠道里面的坏菌 好 只是可以让你稍微健康一点点 可是前提是不能过量 因为刚才我们一再强调说 这个东西是有高盐分的 对 所以钠的摄取就会高 对 你吃多了 这个很不得了 尤其是血压有问题的朋友 对 或者是有肾疾病患者的 好 那我们在中华料理里头 还有一个也是 我们每次会听到的 就是腌制菜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混淆 到底腌制菜跟泡菜 那两者的区别 就刚才我讲的这种 什么川菜 对 大概应该就是这种 熟腌制菜的 腐乳这样子讲起来 对 所以这个过程是类似吗 跟泡菜 对 其实是什么区分 腌制菜和泡菜呢 就是他们的那个制作过程 它叫腌制菜 它是使用高盐 高浓度的盐水 去有那个渗透的浸泡 像做木乃伊这样子 好 然后泡菜呢 泡菜它是有经过发酵的 然后腌制菜没有发酵的这个阶段 好 这样泡菜 你刚才讲到这个腌制 有一些泡菜的时候 差不多是它腌制的过程 有时候你吃的时候 有一点像类似酒这样的味道 对 那个是什么问题 发酵了吗 那个是你发酵的时间 过度发酵 太久了 你会有闻到像酒类 然后酒精还有那个粗的那种味道 因为发酵过久了 它里面的那个酸性增加了 所以你就会有那个味道 好 那到底是什么可以让这个泡菜里头 有产生这种发酵的过程 是因为醋吗 还是什么 不一定 就是主要是那个泡菜 它们本身上面有那个好的菌 然后它这样子的那个环境下面 它自然就会产生这个发酵的这样子 它像酵素这样子 它就在做酵素这样的原理 好 那有一个观众说 如果是这个泡菜 这个已经过了食用期 就是说最佳食用期 但是这个泡菜看起来 闻起来是可以的话 可以使用吗 好 其实如果你去超市 你看你购买泡菜的时候 你看它的后面的标签的话 它都是写最佳食用期 最佳食用期 最佳食用期 它不是期佳食用期 所以就证明说过了最佳食用期 还是可以吃 只是不是最佳的这个状态 对 那可以 那个日期之后 可以有多久呢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大概 还是多久 这个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观察的 因为你储存的方式 你那个泡菜你有没有开过 然后你储存的 比如说你冰箱的温度 有没有在五色素以下 冰箱有没有够冷 对 冰箱有没有够冷 或者你有没有盖好来 然后你之前用的汤匙 有没有安藏之类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最好就是自己先观察 那个泡菜它本身有没有发霉 对 是 还有就是 这个是我韩国朋友亲自教我的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泡菜 看到它有点像有点透明了 有点开始透彻透明了 就千万不要吃 他说韩国人看到这样子 就证明说这个泡菜已经很高的酸度 很酸 这些酸度指标很高 千万不要吃 就这样证明出来已经不新鲜了 所以这些是可能肉眼可以去变 肉眼可以辨别的 对 好 了解 当然自己还是要清楚看到 有没有发霉 如果真的发霉 真的是不要吃的吃坏肚子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待会呢 我们会继续来谈谈这个泡菜 不过在现在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就是各国的烟菜有哪一些 各国烟菜 俄罗斯酸黄瓜 俄罗斯酸黄瓜可说是当地名菜 无论是在高级餐厅 或是在各家庭中都可看到其中影 其味道较酸 但非常脆口 更可长时间储存 俄罗斯酸黄瓜 除了常备用作汉堡配料 在一些汤类或者烤肉类 也经常会搭配着酸黄瓜食用 而搭配烤肉吃更具有解腻效果 此外价格清明的酸黄瓜 也可当成开胃小菜 吃法非常多元化 德国 酸甜甘蓝 德国人的饮食习惯 不倾向于重盐 重辣 重油 而是喜欢吃酸甜的食物 所以特别喜欢吃烟菜 酸甜甘蓝就是其中之一 酸甜甘蓝通常会以罐装出售 摆设在超市中贩卖 而在德国餐馆里 烟菜一般会被列为一道菜 来单独出售 当地人也喜欢把烟菜搭配肘子或肉肠一起食用 德国烟菜的味道比其他地方的口味更淡 口感更爽脆 细细品尝之下还能吃出丝丝的甜味 中国榨菜 榨菜是以净用芥菜为原料腌制而成 由于制作过程中需要用压榨 法榨出菜中的水分 因此被称为榨菜 是天然的绿色食材 榨菜爽脆可口 咸淡适宜 不论是配粥、下饭或作为零嘴小食 都让人口齿流香、回味无穷 榨菜通过独特的制作工艺进行加工 让它能够长久保持形态和风味 便于运输和携带 是的 这个泡菜我们平时去韩国餐厅吃饭的时候 泡菜也是一个小菜这样子当成小菜来吃 今天这个泡菜可是主角 我们是深入来探讨泡菜的种种 现在这个环节就马上要进入这个迷思了 对泡菜的种种迷思大破解 佳琪老师 这个泡菜的迷思可是多得很 因为最近就是一些报道 然后就搞到大家好像重重运动 想要去试一下说用这个泡菜来做些什么 什么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泡菜的迷思之一就是 在网上看到说泡菜研制的时间越长 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越低 这个正确吗 其实这个技术上来讲是没有错的 因为一开始腌制泡菜的时候 它的亚硝酸盐的高度会上升 然后它是超过安全的指标的 它上升到第十天 大概第十天的时候是属于它的高峰 属于它的高峰期 然后再继续腌制到二十天之后 它那个高峰就会下降到安全值以下 好 我们在这张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表就是安全值是那条绿色的线 所以刚才老师提到说 研制到差不多第十天的时候 是严重超标的 去到上面 然后它又再慢慢降回来 好神奇 所以就是说这个泡菜在腌制 一般泡菜我们通常是腌制 大概多少天之后才可以使用 所以是建议腌制二十天之后 才算是二十天之后 二十天之后才可以开封使用 好 那这个腌制的天数 一般是差不多是三十天左右是吧 有一些到四十天也有 比如说比较喜欢吃酸的 它们就会腌制比较长时间 就放越久越酸 对 所以最基本都要等三个星期左右 就是差不多是二十一天左右 好 那这个迷思二我们来看一下 空腹吃泡菜会导致腹长 是正确的吗 就有很多人他们空腹吃泡菜 会导致腹长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泡菜本身是辛辣的 然后它又是凉的 如果胃不受凉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脏气 所以这个要看个人的体质而定 比如说一些胃溃疡 胃酸过多的朋友千万不要吃 或者是比如说有胃酸倒流的朋友 也是不建议的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很酸很辣 有点刺激 这个肠胃的有静卵的朋友 胃脚痛或者是腹泻的朋友 也不建议的对吧 对 不建议空腹吃 不建议空腹吃 所以我们平时这样吃 来送饭是可以的 是吗 对 然后加一些配菜 好像韩国的小吃 它都有很多配菜 是 也是建议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建议喝热开水 或者是喝一些什么汤类之类的 可是它这个通常泡菜门去吃饭 它这个小菜是先上的 问题都在这边 所以那些朋友在当成小菜来吃 开胃菜的时候 千万不要吃太多 也不要空腹 好 来 迷思 下一个迷思 来 孕妇吃泡菜会导致缺氧状况 有没有这样严重 会吗 其实缺氧这个状况 很大可能是因为 那个亚硝酸盐中毒的状况 对 不是说孕妇还是普通人 只要 只要你是人就会 对 如果你服用太多的 那个亚硝酸盐 导致中毒的情况下 你就会有可能发生缺氧 严重的话他们是会血压急降 然后会休克 这些都是 所以说不要吃略脂的或者是 所以 对 所谓的过量 多少才算过量 你是说如果是从 可以吃到会中毒的状况 中毒的状况 可能要吃一碗 就是只要你不要吃 腌制时间不够久的泡菜 基本上就不会发生这样子 所以前提再次的是 千万不要吃那些 在20天以下的泡菜 然后不要吃得过量 你就不会有事情 好 来 下一个迷思 晚上吃泡菜会造成失眠吗 为什么 来 其实我看这个是没有什么 临床研究证明会导致失眠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有这样可能性的事 可能是因为就是吃得太刺激的 那个食物 导致会作热 它不只是泡菜 就比如说 换句话说 就比如说你喝咖啡跟茶 也会失眠 导致影响你的失眠 所以泡菜也不是说全然是因为泡碎 这个没有科学根据 来 下一个 吃泡菜会导致肾虚 有没有这样严重 有可能吗 我只是 其实泡菜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氨酸 然后它可能会 就是加重肾脏的一个负担 导致肾虚是 也是算是 因为钠的问题 是那个盐分过高 它的钠的盐分过高 所以才会 但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这样也当成主食来吃 对不对 这个泡菜不是主食 它是一个小食 好 口味比如说太重 太甜 太辣的这些 都会影响无上六佛 所以比如说 可是来谈到这个胜虚的部分 如果是那些朋友 是已经肾脏有问题的 是不是不建议他们吃腌制 或者是炮制的 这些炮的这些菜等等 对 有三高的 比如说高血压 然后都不建议去吃泡菜和腌制品 太多腌制的食物是吧 前提是因为 因为它的那个盐分太高 盐分太高 所以你的肾可能会符合不了 对 好 下一个来 过量吃泡菜会导致肠癌吗 其实肠癌是因为吃太多 咸的食物而导致的 对 然后所以说泡菜它本身 因为它高盐分 高盐分 所以如果你长期大量地使用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是说一定 所以是有一定的风险 不是说一定会 不一定会 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你是长期便秘者 你使用了泡菜 然后你帮助改善你的肠味 没有便秘的状况之下 这样反而能够预防肠癌 它反而可以帮到你的 可是前提就是 刚才老师提到说过量 就是我觉得 总之不要过量 这边是说适量的摄取 其实是可以的 对 好 这个大肠癌 胃癌跟过量食用盐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是 导致肠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吃泡菜可不可以减重 其实泡菜它是有 就是如果在减重的朋友 可以把泡菜加入他们的饮食的一部分 一部分呢 对 泡菜它本身的那个 它是属于低卡 它卡路里很低 大概是介于40到80之间而已 然后它的 对 然后在发酵过程中 它的那个淡水化合物也分解掉了 所以它也是属于低碳水化合物 再来它没有脂肪 高纤维 没有脂肪 如果你在减重的过程 你是经常使用高纤维的 它其实可以帮助减少摄取过多的热量 好 可是这个泡菜一个问题 你如果要减肥的话 告诉你是什么 它吃得很开胃 你会吃更多 所以还是不建议 还要小心一点 来 下一个 泡菜可以改善手脚冰冷吗 因为泡菜像刚才讲的 它的那个做料就是 辣椒 大蒜 姜 这些都有帮助增加血液循环 增加血液循环 所以就是不能说很大程度上 可是是有帮助 好 它是因为促进血液循环 对 而改善了手脚冰冷 它像是一个很好的副作用这样子 它不是说它本身可以帮到你 改善手脚冰冷的 好 那这个是种种种种的迷思 接下去我们稍后还会请 这个老师跟我们讲解说 这个泡菜的食品的安全的部分 先不要走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这个腌制法到底有多少种呢 马上来观赏 不同的腌制法 干腌法 干腌法是一种依靠外肾汁液形成盐液 进行腌制的方法 首先会利用干盐或混合盐 在食品的表面涂均匀 当汁液外肾后 再层堆在腌制容器内 各层间均匀地撒上食盐 肉类干腌法的用盐量 一般为原料肉的17%至20% 需长期注存的腌制菜 用盐量为蔬菜重量的14%至15% 若只限于短期食用 用盐量为蔬菜重量的6%至8% 干腌法的优点是操作简便 营养成分流失少 但缺点是容易出现腌制不均匀 胃太咸色泽较差的情况 施腌法 施腌法也可称之为盐水腌制法 在容器内将食品 浸墨在预先配置好的食盐溶液内 并通过扩散和水分转移 让腌制剂较为均匀地分布 渗入食品内部 施腌法的优点是腌制均匀 盐水可重复利用 缺点是其制品的色泽和风味 不及干腌制品 其腌制时间和干腌法一样 都需较长时间 所需劳动量更比干腌法大 施腌法的肉质比较柔软 但蛋白质流失较大 含水量多 所以不易保存 混合法常用于鱼类的混合法 是一种干腌和湿烟相结合的腌制法 可先行干腌再放入容器中 之后放入盐水中腌制 也可以先经湿烟后再进行干腌 又或者是加压干腌后再进行湿烟 以混合法进行腌制的优点 是腌制品的色泽好 营养成分流失少 咸度适中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就了解过了 这个泡菜的种种迷思 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泡菜呢 有没有什么一些营养指标 可以告诉我们的 在这里马上请教我们的 营养师佳琪 那可能我们有没有一些 可能食品安全的认证 就确保说这个泡菜是比较可信赖的 对 其实我建议就是供买泡菜的话 就去那个可能超市的话 你可以去看它后面的指标 有没有HACCP这样子的一个认证 这个算是一个国际认证吗 对不对 对 这个国际认证 它是确保他们的每一个生产的步骤 都是属于安全的 HACCP是哪里来的 它是算是一个国际认证 就是每个国家都有 国际认证 食品认证 好 这个认证就代表 它们的卫生吗 或者是什么 就是它整个程序 每一个步骤都有达到 它们的那个卫生来 它类似ISO这样子的东西吧 也是属于ISO的一种 好 所以其实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营养师是比较不建议说我们买一些 比较那种居家的那种还是什么 可能自己自制的那种可能就比较 这个工序都是你的卫生条件环境下是安全的 都是干净的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购物平台上面 也是有卖 然后它 你不知道那个卖家 它的那个程序是怎样 它卫生条件的环境 所以有没有用 有没有刺脚用脚去踩那个泡菜 这样你不懂它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就是说它的程序可能我们不了解 是 因为我看到 我们以前看那个韩剧 韩剧不是他们做泡菜是一个大的盆这样子吗 对 那个钢这样子 然后只要去挤压 压这样子 它可能搞不好就是刺脚 然后脚里面还有长这个痔瘡这样子 然后去踩这个泡菜 你脚要太可怕了 对 如果没关系 先提示一下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会教大家自己在家里做泡菜的 对 但是那个不算是泡菜吧 算是一个爽口的一种腌制菜 对 类似泡菜蜿蜡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回泡菜的话 其实是可以建议当主食吗 因为我们说可能它也是那种菜的一种 然后要吃得均衡可不可以当成主食 就妈妈直接叫你吃多一点菜 泡菜 泡菜是菜吗 这样可以吗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以新鲜的食材 来当做主食 就是我们现在新鲜的食材 就是随手就可得了 然后这个也算是有属于加工类的食品 好 所以还是最好的话 还是只是一个小配菜 或是一个小吃这样子 像我说它是一个开胃菜吧 对 开胃菜 对 我们听说是一个小小这样子 所以这适合空腹吃吗 空腹 看我们讲不处便宜 但是如果是早餐 早上呢 因为你早上你一整晚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起来你的 可能你的胃里面已经累积了一定的那个酸性物质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吃酸这样子 这样子酸的东西我是不建议 可是如果你是把泡菜加入你的营养早餐里面 一个小部分的话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总之这不要是空腹 或者是单一的吃了 对 可是我早上醒来我是吃空腹吃成的 吃酸的 空腹吃成的 是 有问题吗 那时候我先喝了水 对 我喝了温水 对 又或者可能你的床位可以适应 对 可能我长期这样子 对 所以 好 那如果说泡菜的话 我相信可能很多有些妈妈们 她们还是会有疑虑 就可能 因为它是要放置在冰箱里头 那冰箱肯定就是比较属于是冷食的 那我们是这样子开来直接食用 还是说还是要进行熬煮一下 就翻热 加热 感觉好像比较吃热的 好像感觉比较温馨一点 其实两种都有的好处 因为如果你是直接食用的话 当然你还是可以摄取到它的维生素 然后它的乳酸菌 可是如果你是胃比较不好的人 你就去把它烹饪了之后才食用 这个会比较对来讲比较温和 好 两种方法都可以 所以如果进行过烹调之后 那会不会这个益生菌或是维生素 就会大大减低了呢 这个肯定是会 那个温度会破坏掉 好的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先提醒大家一下 接下来这张图表示禁忌人群 可是并不局限于这些人而已 因为还是要看大家的视情况而定 像我们有提到说 不如说是胃寒的人 胃酸倒流的朋友 这个你们也是要注意一下 对 来先看一下三高患者 为什么三高患者是不建议吃泡菜 盐的含量 对 盐的含量很高 有一些他们甚至在过程中 会再加糖来调味 所以这是不注意 所以又高糖又高盐 对 亚硝酸盐也是很高 乳酸也是很高 它什么都高 对 所以这方面要多多注意 或者如果有一些胆固醇 比较高的人呢 他们可能是有要吃药的那种 胆固醇高的朋友 适合吃泡菜吗 如果是有健康状况 最后你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 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不是吃太多的话 如果医生也没有不建议你吃的话 那你还是可以做两个摄取 少量 关键词是少量 对 不要过量 好 所以我们说少量 或者是建议的一个摄取量的话 那大概是多少呢 有没有一个指标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看大部分 超市他们的那个食物 大部分的那个砂糖的含量 都是在七到八百 七到八百之间 七到八百克 是吧 对 你可以看那个图表 800mg 对 880mg 这个是 它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一罐吗 100克 好 每100克里面 它的这个钠的含量是880mg 对 好 所以我们每天不超过建议 多少克这样子的话摄取 其实我们不建议超过摄取 2400mg的那一天 好 那怎么算 如果是说泡菜的话 我大概一天可以吃多少含量 这个是多少克 5克 通常我建议就是你看你买的包装 比如说你买包装是500克 500克的话 你大概可以吃到五分之一 就是100克 你大概可以知道你那一餐的那含量 就是880mg 所以就是算是你三分之一的那含量 就是说你要分成100天来把这样的东西吃完 就是大概三个月左右 如果你是每天吃的话 5克 是 差不多是这样子 大家再不然拿计算机出来算一下 那儿童的话一定是少过5克 是吧 对 是1岁以下的要4克以下 好 所以小朋友大概几岁可以开始吃泡菜 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肠胃会不会敏感还是什么 对 那个要看他们亲口 所以如果小孩子你怕他很敏感的话 你每家一样新的食物 你不要就是让他同一时间 尝试几种新的食物 你就单一的 单一的介绍 可以 当然是小朋友也不喜欢吃泡菜的 没有几个小朋友喜欢吃泡菜 又辣又酸 酸酸这样 对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摄取太多 因为担心我们的这个器官的这个负荷会 非常的高 因为它是高盐高糖的 是 所以大家在社区方面还是要处理养 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佳琪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那在这时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8864的Rickman 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呢 是的 那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完整的名单已经出炉了 到底谁是这个大赢家呢 等一下告诉你 等下也会为你送上这个我们刚拍完不久的这一部剧了 终于找到你有这个造型照拍摄的幕后花絮 再来呢 等下也会有主爸爸的DJ 就是存福大哥 还有Emily聊现场来跟大家聊天的 等下三点钟不见不散吧 好的 谢谢Rickman 大家好 觉得首席8864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有钟瑟教我们制这一个脆口泡菜 千万别走开 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 安心工作坊 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食品科学家钟瑟 要教我们这一个制制泡菜 钟瑟好 大家好 但是据说这个泡菜非比一般那种韩国泡菜 对 这是素成法的 素成法 所谓的素成法是什么 素成法就是说你这个腌制的方法 就是让它在隔天之后就能够食用了 就不需要等到那个这么长时间 20多天这样子 对 所以它属于不是过度的腌制的这种泡菜 好 所以不需要担心那个亚酵酸盐 亚酵酸盐 是 那当然你要尽快就是在腌制之后 就尽快地把它服用完毕这样子 你进放太久的话 其实任何的蔬菜 它都会产生那个亚酵酸盐的 了解 好 好 来 我们首先先来看材料 材料有什么 那主要的材料就有我们的包菜 或者是卷心菜 好 好 就把它撕成一小片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切碎也可以 这个是用包菜而不是用白菜 对 这个跟一般的韩国泡菜是不一样的 是 好 好 然后之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萝卜条 红萝卜 对 这边大概是半颗左右 所以红萝卜要切条 切成条状 好的 那主要的材料就是这两个 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包菜 还有萝卜条 就是把它汆烫先 汆烫大概30秒 那之后我们会利用这边的材料 来制作汤汁 就是腌制的汤汁 好 所以这个佐料方面有什么 有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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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天椒 有我们的紫天椒 一定要紫天椒吗 不可以红辣椒吗 红辣椒也可以 看你自己的天好 那紫天椒就稍微比较辣一点 然后比较香 好 那这是什么叶子 这个是香叶 香叶 香叶 英文的话是berry leaf berry leaf 了解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花椒 花椒 就是吃四川菜的时候 时常会有的 对 有点麻辣 然后我们的盐分 用的大概是10克左右 是比较少的 然后就是白糖大概是150克 然后我们的醋这边 大概是300毫升左右 这是白醋 白醋 对 好的 那第一步就是 先汆烫 汆烫我们的这个包菜 还有我们的红萝卜 好 就洗净 然后切小块 对 然后就拿去汆烫 是 汆烫它大概是30秒左右 30秒左右 好 好 你不需要很久 30秒其实很快速 是 因为你不是要烫到给它熟 就是你烫太久的话 会影响它在腌制过后的那个口感 所以这个之后你吃的时候 它是属于脆口的 了解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这个汆烫的过程 那汆烫主要就是 中止掉它里面的那个酵素的作用 因为它蔬菜本身有那个活性的酵素在里面 所以就可以把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 就是给它中止掉 就能够更好地保存它的那个色素之类 了解 它跟泡菜的做法就不一样 因为泡菜是给它有发酵的 对 这个是要中止就不要给它发酵 对 要中止掉 是 所以是不一样的 好 30秒差不多了 还有5秒钟 我们真的是在倒出 对 好 好 那要准备一个大容器大碗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然后就是 好 水也一并地加入 之后就使用骰子把它给 把它给立出来 把它给捞出来 好 把它给捞出来放在碟子 这样子 好哥 让我来 好 好了 好 然后之后呢 那之后就是准备我们的酱汁 酱汁 那酱汁的话 这里我已经预热了我们的水 好 之前要放水 然后就把我们的 大概是多少的水 大概是150毫升左右 150毫升 那就把我们的姜片 还有我们的辣椒 就是我们这里所有的材料 除了白糖 就所有的材料 盐还有 包括盐也这个时候加入 对 除了白糖和醋 就是在最后我们熄火了之后 才来加入 好 那这边就给它翻滚大概 三分钟左右 然后给它翻滚大概三分钟左右 然后三分钟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关掉火 好 关掉火了之后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白糖 跟我们的醋 好 了解 好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关火了之后 才加入白糖 就不要让它翻滚 然后 就 你太翻滚的话 然后它属于浓稠的话 那当心它这个汤汁会焦掉 好 了解 了解 所以是担心它的焦 是因为我们加了糖之后呢 它是属于比较浓稠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所以我们加入我们的白糖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白醋 好 好 所以白糖跟白醋 是在你熄火之后才加入 是 好 第一 那熄火了之后呢 大家静置给它凉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香叶 给夹出来 哦 就在浸泡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把我们的香叶 也一并浸泡下去 这样呢 就更好地保存了我们的那个 泡菜的那个风味 哦 为什么呢 香叶它不会有那个特别香香味道 是 香叶它会 它的味道会比较浓一点 它抢掉它那个泡菜的味道 好 那好 我们等待一下我们的汤汁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 加入我们的那个泡菜 在我们的容器当中 最好还是选择这种 对 玻璃的 然后可以密封的 是 这样子的一个容器 是 好 那阿杰交给你了 我就加入 对 加入就可以了 不用做工啊 做工啊 OK 是 好 那我们继续的 把我们的白糖给搅拌均匀 好的 OK 这个时候还是烫烫的咧 我是需要等它冷却才加吗 是 其实是需要等它凉制了之后呢 才加的 OK 好 好 那我们就 看阿杰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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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叠太小了 叠太小了 OK 绝对不关 我的那个手势的问题 是叠太小了 哈哈 OK 这个就加入 好 这边的白糖呢 也溶解得七七八八了 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汤汁呢 也一并倒入里面 加入了头 好 那我们等一下 是 那记得就是那个泡菜呢 还有我们的汤汁呢 都要等它凉制了之后呢 才加入 因为只要 当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直接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 去保存 所以要等它凉了 对 然后再加入会比较好 才放入冰箱里面 OK 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如果你是太过热的话呢 倒入的话 就变成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包菜呢 可能在颜色方面呢 就会变得比较老一点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像是我们先每一次你知道吗 在外头食的那种 有点类似那个开胃菜 是 是不是有点那种脆口类似的 酸酸甜甜的开胃菜 酸甜甜的 然后有一点带一点辣味 了解 所以你看今天为大家制制的这个 非常快速的这个泡菜 我们来温馨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吧 个人 觉得有意思吗 是 你在这但学校的风里面 搞得后 所以 你能够讯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吃过了它就是味道就非常的爽口 而且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 对 然后那个辣椒其实 我觉得也刚好就是不会太抢味 其实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那个口味 就是调你的花椒还有那个辣椒 还有你的那个就是姜片的那个比例 是 了解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量是恰当好处的 是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在多久时间内 一定要把它吃完 最好是在就是做好了之后 一个星期里面把它吃完 一个星期内 一个星期内 然后吃不完的话记得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那它就会那个口感等等就比较好一点 对 而且每次大家在开封吃的时候 尽量要用新的筷子 对 新的筷子来 或是新的叉 汤匙去拿 不然的话整个就会影响到 对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周先生跟我们分享 谢谢 无客气 谢谢周先生 好 那明天的主题 会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课题就是关乎到 知道吗 如果是长期喝这个含糖饮料的话 可能也会导致你痛风的这个缘由 所以记得留守我们明天的活力加油站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发简讯 进来聊八三七零零七九二 好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只是想要保持均匀 我只是想保持均匀 我只是想保持均匀 你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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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保持均匀 我只是想保持均匀 中文字幕分钟 你最后人可以看到在inner屋 中文字幕分钟 因为你没有长久 中文字幕分钟 但我留下了结束 成本家企业 中文字幕分享 I might have overcorrected When you left you abandoned a certain debt that needs repayment and your creditor is the winner of your resurrection I came after my family They stole my kitty cat bracelet Give me the goddamn kitty cat bracelet I decided to press the same button Never I almost left my luôn Well....I wi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